MING PAO TORONTO 18歲獲得一份表演非常開心 在這裡留了一年半 終於可以在這裡比賽 感覺非常興奮和期待 一句金句就是勿忘初衷 要記住自己來的目的和宗旨 就可以繼續走很遠 我希望踢到有多久 或者可以在更高的層次 去踢到就最好 但最後退役了幾年 也希望回到香港 可以試試為東方龍師出賽 加盟到這隊步踏球隊 就給了自己的成長更大的空間 因為實力都會絕對提升了 希望可以在這裡踢 可以長久一點 踢好一點 就可以進步得快一點 我覺得這裡最大分別就是 在這裡從小到大的訓練模式不同 這裡注重個人技術和基本功 這裡的人的基本功很紮實 我覺得這就是香港最大的分別 速度和身形不會太舒適 但基本功就是最舒適的地方 所以我們亞洲人 如果真的來到歐洲踢球 即是你有球底是要的 其次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健身 去加強自己的肌肉 不要容易自己受傷 平時沒工作 通常我現在有個課程就是 一個星期三至四天都會去健身 在韓州有一天就是做動態 就是跑步, 做一些烹飪的事情 你好, 進來吧 這裡就是我平時吃飯的地方 這裡就是我媽媽 你好 你好, 你覺得這裡怎麼樣 這裡很好, 環境舒適 我覺得十多人住得辛苦嗎 會不會很辛苦 不會, 你哥, 這裡 你也是四個人一家房 所以你覺得很好 這裡環境天氣也很好 當初我們最主要… 其實他長大了, 他過來的時候是16歲 你問他, 究竟你自己上不上升 最重要的 因為16歲, 我覺得他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只回答了一句 我想進步, 我想一個很大的進步 我想去接觸歐洲足球 然後全家人就支持他 說真的, 他16年來都在我們身邊 最初都很擔心 尤其是最初當然會擔心他 究竟在外地生活怎樣 讀書怎樣 踢球怎樣 跟人相處怎樣 這個就是我教練 現在這裡的宿舍管理人 你好 叫蓋道 之前在中國很出名的踢球 你覺得他差甚麼 待了很長時間 而且接觸時間比較長 對廚房很熱 對嗎 我們對表情也不錯 好, 裡面就是我們的廚房 因為平時三餐 會有人在舅舅送飯過來 但如果真的… 有時比較難吃 就可能自己在這裡煮食 通常我做完健身 就會在樓下凍肉店 買一塊牛扒 因為這裡的牛扒便宜 比香港便宜很多 所以偶爾買一塊牛扒來吃 因為自己煮 自己煮完便洗貨賣 一刹兩刀就行了 對, 環境私人進步 因為這裡我才會變得更自律 因為這裡… 難聽說我是無依無靠 所有東西都是靠自己一個 就是上學 無論練習甚麼 都是靠自己一個 去處理好 所以其實自律的東西 是一步一步慢慢培養出來 現在就… 大力進去第二層 這裡…我的房間 我先開椅子 這是我弟弟 那個是西巴尼的 華仔 這個是西巴尼的 西巴尼的 平時是否這樣 你會等我們來拍攝時 可以收拾 肯定有收拾一點 但我覺得不收拾 雙方來說 可能跟其他男生宿舍來說 他們也算乾淨一點 拍攝後面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平時的 食物、衣服 這個位置就是衣櫃的東西 沒甚麼特別 這個就是我的床 可以拍攝一下 有很多這些頸巾 東方頸巾 東方頸巾 很貴的, 要買一條 這個就有床巾 就是這樣 你跟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有沒有爭執 怎樣解決 跟他們的關係全部都很好 我們平時沒有工作 星期六天都會出去 一起娛樂一下 一起吃飯 聯誼 有時候一定會有衝突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知道甚麼事 可能大家殺個塌子 說個抱歉, 不好意思 那吃飯就很快就能解決 儘量可以避免這些衝突 或者晚上的時候 人家睡覺就別那麼大聲 人家起床時, 你要上學 或是練習的時候 你走路, 別那麼大聲 儘量不要影響到別人 你不影響到別人 自然也不會影響你 因為這個地方有很多元化 甚麼人都有 這裡全都是中國人 我們文化差不多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習慣得很快 這間學校也比較多中國人 我之前說 因為這裡有很多文化 存在的一個國家 甚麼人都有 所以其實這裡應該不常見 一開始就… 因為不懂得說抱歉關係 就有點困難 但現在我認識一點 他們又開始熟悉我 他們就會嘗試用英文 或者泡文跟我溝通 他們用泡文問我 我用英文回答 現在也不是問題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踢球的 我開始以游泳為主 但之後就被爸爸慢慢捉到球場 就慢慢影響影響 一開始中段就踢球加游泳 現在就專心踢球 平日會,我每天都是這樣上課 他會否當天然是你小朋友 有,我已經認了他,我契小朋友 另一個人 我應該說好聽點 他認了我當契哥 大家想想我叫他甚麼 日常交流 沒有,他好像是哥哥一樣 他的態度 我的態度不太好 他經常會提醒我 小息會,雖然不同班 但小息也會找到大家 吃飯也會在一起 剛好也簽我職業足球員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他走 都同一條路 長大的時候 總會想踢一間好的球員 但是,我一定要很多人 我希望他們越來越好 當然越來越好 跟他打到更高級的聯賽 最終目標是回饋東方農司 因為我給了個好的機會 來到這裡,我一定要回饋他們 感謝他們 因為我從小打到大 一定有歸屬感 其實大廣腳想踢 但現在可能對來說 這個目標可能有點遙遠 可能我一定有目標 可能踢了23歲 大廣腳就是看我這邊慢慢成長 可能三、四年後 看我機會拿入選席位 跟大哥去學習一下 入隊 他的夢想是想做一個職業足球員 希望他現在在歐洲簽了一份職業合約 希望他的眼睛更看得闊 希望可以踢到更高層次的職業聯賽 希望他發哥發亮 我來自香港 我叫一仔 要說香港也要說一仔